深圳推出五类政策措施 便利港人北上消费 除了餐饮娱乐 也扩展至医疗美容 香港政府希望市民留港消费 深圳就再推出措施 鼓励港人北上 深圳市法改委 发布促进消费21项政策措施 大部分是针对当地人的提振措施 也表明要便利港人 宣传方面 打算在口岸、地铁等等 提供繁体和英文版本的旅游 消费咨询搜册 联合旅行社等等 推动香港游客在深圳的消费 由餐饮娱乐 扩展至医疗健康 美容健身 视相服饰 文化艺术和收车保养等等 消费方面会鼓励零售 餐饮、住宿、民喻等商户和景区 亨持有回乡症的港澳居民 推出预约、積分等服务 口岸和重点商圈 以及景区之间 会开始免费的接驳线路 当局也计划在全市打造 10个以上港人旅游消费服务示范街区 为了方便付钱 也会支持港澳居民 在深圳领取现金 和开办内地银联卡 提升数字人民币账户 和百特通等支付平台 互联互通水平 以及扩大香港版电子钱包 在深圳的使用范围 另外配合港车不上 会推动在港人消费集中区域 增加电动车充电设施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 陈雪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高速电视频